好 大家好 下一場就快要開始了 那是13點的議程 那歡迎來到今天TR51的綜合軌 那我是今天下午場的主持人 我是孟涵 那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訂閱過電子報 然後如果有參加CoastCop 你來到現在這個現場的話 那你也有可能訂閱就是CoastCop電子報 那今天的講者就是 CoastCop電子報的寄送 以及發送的系統的開發者 也就是TwoMore 那他今天會跟大家分享 他是如何實作這個電子報的寄發系統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TwoMore 好 大家好 那個我有點小意外 現場來超多人 因為我本來想說應該只是 一些人會想要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那我想要先調查一下就是 自己本身就有在接觸任何電子報系統的請舉手 不管是你自己開發還是用什麼 沒有券牌沒有槓或是 BLABLABLA的東西的 好 那自己 我再接著一下 自己本身就是 有在拽寫電子報內容的 包含你上稿上圖之類的 有嗎 所以剛剛舉手那些是只有發送 好 那我們大概知道一下就是 好 那我就先假設在場 大部分就是比較應該是偏工程技術 這一塊的 那我可能就稍微著重這一塊 那當然內容那塊我會講 因為他其實是相輔相成 那我就先來下一頁好 好 我還是先不免屬下介紹CostCup 因為CostCup還是要稍微討論 介紹一下 就是大家 我們大概是從2019年 1920年那一年開始 我們還是不用 不用報名 對 然後我們都 都是 在這個地方 就現在各位參加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不用報名了 然後就是也 就是 不用付費是 歷史以來就是都不用付費 那不用報名是創舉 那就像大家今天就是自己來 自己想聽什麼就直接進場 所以我們就是 就這樣的傳統 那我們現在目前大概就是 其實這個數字最底下就是 我們大概其實已經超過2000人了 那2000人次的參與 就包含兩天的活動 或是禮拜五 我們今年的禮拜五的那個前一派對 我們算一下大概來的 那個小小的店來的快400多人的人次 我知道如果有參加禮拜五的前一派對 應該知道那個場面有點恐怖 我們會再調整 然後再找大一點的場地 好 那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是不用 不用報名了 然後是大概從2020開始 那我們 呃 我們還是想要知道就是 我直接跳下一頁講 來 那個 不用報名 有好處也有壞處 壞處 好處就是讓大家自己都進來 然後沒什麼事 就像這樣就直接來了一位 然後我們也不用驗票 也不用再站門審 人力成本這個都不用了 但是我們會發生一件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我們就跟你們斷了連線 因為以前我們報名是用KKTS報名 我們一定會收集到各位的email 各支 那我們就可以發 所謂大家懷念的行前通知信 對 可是我們現在不用報名了 我們雖然手邊跟各位就斷了連線了 所以斷掉的那個連線的那一瞬間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突然意識到說 我們還是要把這些人繼續keep住 那我們只好自己趕快動手去做電子報系統 因為 因為這個還 對Cost Club來說 我們現在講的話 就是暫時以Cost Club的立場來講 就是我們不跟你收每一屆每一屆的報名人數了 但是我們來做一個電子報系統 你去訂閱 我們就可以收集永遠累積的所有的參與者 對 當然我還是會給你下場 就是我還有推性的機制 對我們不希望你 我等一下後面又提到 你如果不做推性的機制 然後讓他們去按span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這個更可怕 好 我大概就是講一下就是 我們其實就是 想要再繼續跟我們這些會眾 再繼續做聯繫 其實我們平常就一年辦一次活動啊 那平常也不會去吵你 但是偏偏我們在辦活動的 最後那一個月 就從大概應該有訂電子報告 就從7月開始幾乎我們是一個禮拜一篇 因為我們的活動一直在不斷的update 不斷的釋出 那我們沒有辦法在最後一刻才跟你們講 我們要在幹嘛 所以我們只好從7月開始會比較密集的去發 那太密集又不好 所以我們就大概頻率是 從7月開始就是一個禮拜一篇 然後一篇提一下我們最近釋出了什麼東西 有這樣的方式去 再把大家招回來 或是暖身準備回來開始參與這個活動了 對 所以我們大概這個節奏就會這樣去做 那電子報就是我們用這個的目的去 跟各位再聯繫回來 好 大概就是先講一下我們前情提要 好 我們真的是從頭開始做 對 我們為什麼沒有用沒有chimp 或是沒有槓或是 目前有什麼平台 我不是很確定 對我們為什麼不 Sandy 這個我可能不知道 這之類的 我可能大家有提過 因為我用完沒有chimp之後 我就徹徹底底的放棄了 我就從此不再找這個東西 或跟這個東西相關類似的服務了 所以我一開始其實 我們有用過沒有chimp 但是沒有chimp 寄出去呢 不是開信率超低 低到我有點懷疑 然後不是退信率超高 就是高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我完全不清楚這到底是誰的問題 是沒有chimp的問題 還是我們的問題 還是我們的內容 不夠吸引人的問題 所以 你會太多變數到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去debug 怎麼去implement我們的做法 所以我們知道 痛定是痛 也不是痛定是痛 我們就知道就是 我不太用成語幹 破釜成舟之類的 我們就決定我們自己來做吧 因為反正我也是工程師嘛 那我們就來做 就直接把它做下去 然後我先講一下 就是剛剛主持人介紹我是開發者 對 但我其實是行政組組長 那做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我們行政組的事情 那我們就 因為我們早期報名是行政組去處理 那竟然不用報名了 剛好空出一個手 然後我們就繼續 就來做電子報開發 對 所以是是這樣 那其實是 行政組的業務不是資訊組的業務 對 然後是我們這邊在處理的 好 我們就從頭開始做 大概 我們大概會講這四個部分 就是 從訂閱 內容製作 跟怎麼批次發送 然後還有 在發送之前我們要怎麼合併這些名單 對 然後我大概想一下 為什麼要合併名單 好 大家先講一下 這張圖可以讓大家拍照 對 這是 所有的流程 好 大家提一下 這張圖畫了超久 我大概是 為了 其實我是為了要講這張圖 才做這些簡報 因為我發現這張圖我畫完之後呢 我發現 我有太多東西想要跟各位分享 因為 這其實就是我們這歷年來 我大概是 其實我們電子報大概是 最早是從2013年 就有電子報的雛形 也就是各位回推十年前 我們其實 行政組就有習慣用 電子報或是大量寄信的方式 去通知我們手邊的所有人 不管包含是獎者啊 或是 那個 或是我們協助議程組去發 發送獎等通知 贊助組發送贊助商的通知 對 我們自己本身就有一些 比較小的script去做大量通知性 那只是我們把 這個 我們是先做發送 發送這個點才開始慢慢去擴展 然後到訂閱 然後最後再去整理名單 然後最後再去做 再去tune內容 然後最後再 再去把發送出去 對 所以他其實是四個大部分去做 那 我那時候就 這個應該是 4月 我忘記是6月 這份投影片我跑去香港講過一遍 然後 有 也是 所以我大概是6月說 就把簡報做完 那我大概就是 接下來會分享 我們怎麼把這些東西全部串在一起 都拍完了齁 我要跳下一頁 好 就一樣講我們 我們要怎麼做訂閱 那我們要怎麼做 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做email的內容 那第三部分 是我們要把 怎麼把名單 名單合併 我們想要合併呢 我們等一下會再提一下 那最後再怎麼 大量寄送出去 確保 好第一個訂閱 我們就講這一段部分 大家看一下 我大概快速講一下流程 就是 訂閱表單給使用者去填 然後 怎麼去驗證他不是機器人 怎麼去確認他的信箱是合格的 然後最後我們就寄 簡單的認證信 那認證信 踢出去一樣 我們要有些使用者 就是不會去點他 或不會去點他 對然後 我們要發多少次最後 最後就放棄他 對 這個也是一個學問 好 第一個 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只要收集他的email就夠 他的暱稱隨便給 空白 通常不會空白 那 我們就是只要 其實我們最低限的資料 就是名稱跟email就好 然後認證他是不是機器人 其實這個表單就ok了 那我覺得 像那個mailchamp 底下他們或是那個都一個很簡單 他其實也是一個email 然後點下去 再引導你做後續的動作 那我們也是希望把這一頁做簡單一點 就是 就是 email名稱 就出去了 好 但這邊 這邊我大概run了 run了兩三點之後 我發現會有一個嚴重問題 就是大家還是會key錯 就是gmail.com 或gmail.com.tw 不知道為什麼多一個tw 就是gmail沒有tw 所以我們未來可能會改一下 可能就用oos登錄 就是你oos給我就好 然後 反正oos也可以拿得到email 跟nickname 這樣就結束 我們就完成最基礎的訂閱 就大概他的基本就是長這麼簡單 好 確認性 確認性其實就只是 發一個 比較unique的URL去 然後他有click 這樣就算是他真的是email有收到 這樣就結束 就很簡單 到這邊都很簡單 好 那我為什麼剛剛說要提醒次數 就是我一開始呢 因為是用機潛去提醒 只要是超過幾天 就沒有完成確認性的 我們就會再次提醒 但我忘記要次數 所以就會有使用者 就截圖跟我說 我每天都在收到這個 請問你到底要問我幾次 然後我就 好對不起我錯了 然後我就還是要提醒他 他說 但是你還是記得幫我去按一下確認性 對啊 我只是不懂為什麼他不按 然後要一直去讓他記 然後 你去按了就好啦 對啊 那你有新回信給我 那你就去按啊 對啊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但是就要小心不要惹路惠眾 惠眾很可怕 對 就是我們就先 先提醒 告訴你說大概三次 好 那我這邊有個思考 讓大家去想一下 我們剛剛有最後一條線 如果寄完三次之後 他還是沒有 沒有按怎麼辦 你會選擇放棄他嗎 你會選擇還是寄給他嗎 我這邊的做法是 我還是會寄給他 他按不按確認性 只是讓我更確定他的信箱是 是有在用的 那他也是一個積極的訂閱戶 那 雖然我的流程圖上面是 寄了三次之後就放棄他呢 但我沒有真的放棄他 我還是把它視為 他還是一個合格用物 只是一個 沒有完成信箱確認的用戶 那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確定他 他 他 他不是合格呢 他就是 哪一天他跟我按退行 他才是真正的不合格 不是不合格 就已經是無效的 無效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流程 我們雖然寫得很流程 但是我們做法不用做到這麼硬 就是 我雖然規定三次之後就要放棄他 但是我沒有放棄他 因為每個會眾 可能就真的很不愛按那個嘛 我們就算了 我們還是寄給他 寄一次 寄兩次 他都沒有按退行 表示他真的還是愛我們的 我們就繼續寄吧 我們就視為他還是一個很棒的訂閱戶 所以我們就不用做到這麼硬 流程可以寫這樣 但是不一定要落實 OK 就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好 那我們怎麼 怎麼製作電子報內容呢 好 我們 我們接下來要講那邊那一段 所以其實這邊這一段很快 就大概我們就是 你把這邊剛剛的那些流程做完就沒事了 然後這邊呢 會稍微有點複雜 我們大概提一下 會遇到哪些問題 好 第一個就是 我在寫電子報的時候 一定是先從markdown的語法開始寫 這個 我剛剛 好像是這邊 這邊有幾位是小編 類似小編 或是寫電子報內容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在拽寫內容的時候 希望是一個安安靜靜 你不要有任何的太多元素在你在拽寫過程中一直干擾你 所以我這邊的做法 對我來說 雖然都是我一個人 我會先從文字 純文字開始寫 先開始寫出 你到底想要想講什麼話給你的會眾 如果各位有在訂那個CodeCup電子報 你會覺得 沒寫電子報幾乎都快1200字 這到底在寫什麼東西 但是你每一行去讀的都有內容 我希望就是我寫的每一行字是 精準到位不要讓會眾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或寫太多 那個marketing的用語 然後寫完了我還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希望就是 我講的每一句話是很精準的 知道我們你來CodeCup的時候 可以到哪找哪做什麼事情 到哪做什麼事情 對 所以如果你是訂戶的話 你回去看一下我寫的內容 對那個幾乎都是我寫 但最後一期 最後一期為什麼拆成中文版跟英文版 如果你有訂閱的話 那是因為我已經破千到1400字 那我如果再把英文版放進去的話 那整篇email會快到3000或4000字 那4000字的字寄到信箱呢 你在Gmail賭真的會很痛苦 尤其是你如果 大部分是用手機賭的話更不好看 所以我最後一期各位會 會收到兩封一本 是純中文版跟純英文版 那是因為我不得不把它拆成兩個版本 對所以我這邊只是回來提一下 就是我在寫電子報的時候 而且我很無聊 我就很愛在捷運上寫電子報 就是因為我在松山上班 我住台電大樓嘛 所以剛好是一條線我不用換車 所以我就可以很專心在那20分鐘呢 用Markdown的語法 因為我其實是用Ulysses 或是你們喜歡用其他的文字編輯器去打 就用力的把它 把你想要說的話打進去 打完之後呢 再花 可能再停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之後 再回頭換個身份 當讀者再去閱讀一次去做教稿 所以文字 但是沒問題呢 開始做下一個階段 找圖 配圖上去 所以我這邊做法是文字先 然後很精準的 你到底要說什麼了 然後再來找圖 配圖 那因為我們現在必須 因為Cosco必須國際化嘛 所以我們今年還 就再多一道手去做英文 那我英文比較偷懶 我是就丟到TradeGPT 然後GPT給我之後呢 我在叫他的翻譯 因為他有些翻譯不會翻清楚 因為像我們 有些專有名詞 像療癒士級啊 這些的是大會既有的翻譯 他一定翻不出來 所以我必須把這些文字再叫回 大會用的用語的英文 對 官方的用語 對 所以 這樣的做法是一個比較好處 就是中文 英文 然後找圖 然後最後這上稿 上稿 我各位看一下 因為 因為我的編輯是Ulysses 所以它是markdown可以轉 轉HTL 所以你任何的方式 你的最初的那個最road data 就是那個文字呢 就是用markdown去排版 排版之後你轉檔成HTL HTL之後你就可以直接把HTL的文字 塞到你的email的template 那這邊提到一個emailtemplate 就是你不要再從頭開始做email 那個 信件的email 在你上網找 一定有一個很關鍵 就叫responsive email 就是你在 你在桌面上看 Gmail的桌面上看 跟你的手機的Gmail看 它會自動幫你把文字調到最舒服的狀態 這個的做法就是你 因為你是用了responsive template 所以不用從頭開始寫 這個網路上有很多 你可以找到一個最適合你想要用的 那 那像我剛剛提到像mailchamp 那些mailchamp他們也本身就是 它就是用那個 你看什麼就拉什麼進去嗎 所以元素來拉 它其實背後也是捲出那個responsive的template 直接寄給user 對所以我這邊的工作流程就是這樣 就是最後我就把HTL 塞到我既有的HTL的template下去 然後直接把圖片也拼進去就這樣 就整份的內容大概就做到這邊 就其實已經快完成 完成七八十了 好 接下來呢 這其實我已經跳過了 我們就轉檔過去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轉檔了 其實在email要寄的時候 其實我們偏好寄兩種版本的 這其實是會幫你的email加分 因為如果你今天只寄存HTML的出去 會有一大 我覺得會有蠻大的機率 會變成它會把你判斷成 那就是廣告系 不是垃圾鏡 會廣告系 那你知道Gmail其實它有四個tap 一個是重要 然後一個是promote 一個是update 然後還有一個忘記是什麼 然後你如果不小心你的信被 被歸類成就是看起來就是像 推就是廣告信的話 它會在第三個tap 那第三個tap使用者不會常去點 它 我們要搶佔的就是Gmail的第一個 重要的那個tap 就是我們在看 如果你們有些使用者它還是用舊 我覺得它是舊的 它有四個tap 就是重要跟update 然後跟promote 還有另外一個我忘記了 那 那你如果你是 你搶佔不到第一個tap的話 有時候 使用者不會在第一時間去開信 那 你不要讓你的信件看起來 看起來很像廣告性 就是 你在寄出去的時候 一定要寄HTN版 跟存rolldata的版本 對 這個其實是 這個影響很大 好我等一下後面會告訴它 怎麼檢測這個問題 好 那 HTN版就很簡單 就markdown轉成HTN版 那你的純文字 你就寄markdown的版本 所以如果各位現在有 有那個 如果 有在用那個 iOS的mail 或者是你是一個 open source 你是還在用Thunderbird的話 你在閱讀的地方 view的地方 有一個可以 view 純文字 你就會看到是markdown版本的 電子報 對 它其實是一起寄給你 兩種版本 對 那這會增加你的email 會提高 提高不要變成廣告系 或是垃圾系 好大概就提這樣 好 我這邊 還有提到一個點 就是CSF部分 就是 你在找那個 Responsive的email template的時候 其實它上面都有一大串的 那個 那個 部分 譬如說這一頁 好 它上面一定會有 宣告一些CSF 這個是樣式表 好 好 最後這一題 為什麼要告訴你說 要把combine在一起 其實在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email 在判讀的時候 它 譬如說像Gmail好了 然後Yahoo Mail好了 像Outlook好了 我講的是Web版本的 它在某些那個 CSF的判讀 會破版 所以 你要避免它 不要有樣式破掉的問題 直接把CSG壓到 引賴到你的HTML 這個可以確保你寄出的信 跟你 它寄出的信 你看到的跟你 你想要寄出的效果是一樣的 對 在這個比較偏工層面 最後如果加這套手續呢 會讓你的email更好 對 那如果不加也沒差 只是 有可能有些使用者 圖會歪掉破掉這樣 都有可能 對 那如果你有加這套手續會更好 欸 那個是 喔沒事 我誤認了 OK 好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合併名單 好為什麼要講合併名單 來 我們 一個就是訂閱電子報 一個就是自公平台 大家知道自公平台嗎 OK 我們 我們其實有 自公平台也是行政組在處理 就是自公招募的部分 那那邊呢 目前有大概 3000多個帳號在那邊 那 訂閱電子報呢 目前 我有公開數量 目前是2200多吧 就是我們在訂閱的那個地方 底下有個數字 所以 我們要把 我們在寄 CostCop所有的信件的時候 會把這兩個資料 合併在一起寄出去 那如果你不做處理 你會發生可怕的事情 就是 如果這兩邊都有同一個使用者的話 就會發生他會收到兩封信 好 那我要怎麼知道 他是不是使用同一個使用者 好 因為email有一個很討厭的東西 就是如果 有人知道這件事嗎 有人偷笑就是知道 好 因為 這裡是CostCop 所以有很多人會有意識到各自的問題 那他會希望我提供email的時候 是只有給CostCop用 如果我在別的平台收到 CostCop的email 然後 寄來的話我就知道 那個我們CostCop有外留人家名單 就外留名單 給其他的 其他的廠商在用 或其他的服務商在用 所以有些人會在註冊 註冊電子號的時候 後面都會 tag一個 他可以識別的東西 對 所以 那 其實這兩個人 這兩個email其實都是同一個人 那 如果我不把這東西 濾出來的話 他就會收到兩份 兩份一樣的東西 然後可能title都一樣 那這樣對他來說就是不好 所以我們在後台要處理這兩個database 不論是 就是 要將email辨識成unique狀態 然後又要 就是把整份要寄出去的 的清單 全部都要unique過一遍 好 那叫什麼unique 來我這邊剛剛會講 這是email的規則 就是email 可以有點 也可以有plus 對 那我們目的就是要把這些東西給清掉 變成unique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將 將這些資料合併在一起 我再推到上一頁 這剛剛有提到 就是email也可以點 譬如說 2 more點什麼什麼 那也可以用plus 對 那我們 就要把這個 我們拿到的email呢 就要把這些東西清掉 清到最後只剩長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當作是 唯一的email了 對 就 我就不會 所以 同一個人用不同的規格 不同的format 但是我會把它視成不同人 對 我講的是 email的人 但如果他本來就換另外一個分身 我當然也不會辨識出來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的差異 所以 在合併訂單的 合併email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樣做 這道的處理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 在 在處理的部分 好 那還有一個這邊就是比較複雜的部分 剩10分鐘 這講得完嗎 好 我們快點好 就是那個我們有 退訂的 要拿掉 然後還有一些是 要加進去的 所以這邊的流程會很快 就是我們在code cover 其實有兩個 有 就是我們會幫 獎者 幫議程組的寄獎者 幫那個 贊助組寄贊助商的通知 所以也要一起納進去 然後一起寄出去 所以我們 像你們在收那個 code cover的信的話 其實一次寄出去 一次寄5200多份 對 那5200多份寄出去的話 幾乎都不會有重複的 那是已經濾乾淨的 的email的list 好 大概就這樣 我們要做這些手續 對好 那combine呢 然後這邊在combine的時候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 眷出那個tracking call 這就是開訓率 好 就是我們自己做開訓率統計 然後 在我們會是用那個 email再加後面 就是這一期的電子報的一個 小小的8碼的那個hashtag 然後讓我們知道它是開哪一封信 對 那我們是用這樣方式去做 那 如果你的URL沒有做hash的話 任何人知道只要URL都可以亂點 或是他知道流水號都可以亂點 會老亂你的統計 所以 整串的後面的URL會有一個 帶一個加 就是已經hash過的值 一起來驗證 那這樣我才知道 你打回來的click是 是有效的click 而不是 你隨便給我塞個參數 就 這很簡單 就其實 就是一個簡單開訓率 那大概做法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自己後台自己做tracking這樣 好 好 我們終於講到搭輪記性了 好 其實在記性 我們這邊是用那個AWS的SES 那你在 如果你是第一次要做記性的話 你通常會遇到三個東西要做 就是 TKM SAPL 跟DMark DMark最後一個可以不用做 那這兩個一定要做 然後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 大家都拍 拍 拍 拍好嗎 OK OK 好 好 什麼是SPF 我簡單講就是 呃 你 我 我記 我記的政策 就是 我今天譬如說 因為 我大概簡單講就是 其實 你們在記性 上面那個sender 其實是可以隨便填的 對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我真的可以冒名填sender是誰記 對 這個其實一直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們都已經是很常在用Gmail 因為是Gmail幫你保護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Gmail 你是自己有一個空白的donate 乾淨的donate 然後你有能力自己嫁mail service 其實你是可以冒名的 但是你為什麼冒名會失敗呢 因為你記得對方如果是進到Gmail的話 Gmail會保護你 認為它是一個span 所以你到span啊或是垃圾信 那邊那一坨不是有常常說外國人說什麼救救我什麼的 那個就是自己嫁email server 然後自己在那邊亂發信 對 那種人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比較沒有辦法跨到你的inbox的那一頁 因為它其實Gmail已經幫你保護得很好了 那其實在早期呢 email非常氾濫 就是 早期 對不起我就是上個世代了 都比各位還大 就在我們那個年代就是 email非常氾濫 然後 雅虎信箱要倒過來用 就是你的 你的inbox是垃圾信 你要到垃圾去去找你的信 對以前雅虎信箱是這樣 對你要倒過來用 對 大概是那種感覺 所以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早期呢還沒有sbf這個policy 但是現在 現在已經規定了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人在加mail service 那 現在mail service就是台面上那些大公司嘛 所以他們自己組一個聯盟 規定這些policy一定要去遵守 OK好 所以 我大概先提一下這個設定實在太麻煩 我不提 但是讓你們提一下 有這個東西你們回去找資料 如果你們要自己加自己寄的話 或是用sdc同方介 這個一定要設定 好 那dkm也是 dkm其實他是幫你sign你的 你的那個內容 就告訴說 你的內容是 就是 是不是真的是我sender發的 因為我要證明說我sender是 是真的是sender 也不是 因為我像我剛剛講的 任何人都可以 就是自己說我是那個sender 但是我要怎麼證你是不是呢 我們就會透過DNS的方式去 去sign你的每一封信 然後再寄出去 然後收到的service呢 就可以去驗證 你那封信是不是真的來自於 你所宣稱的地方寄出來的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好 那dkm也是比較算是站在深 就是我這邊 寄送方的宣告 好我寄送方的宣告說 如果你 Gmail收到一封信 感覺看起來怪怪的 那Gmail要採取下一步什麼動作呢 你來問我 好我告訴你說 當你收到很很奇怪的信的時候 你要做哪些動作 我覺得有50%你可以把它當視為spam 50%你還是寄給什麼 那你就 就是透過這些溝通說 當Gmail發現有長得很像垃圾性 是從你的動電發出來的 你要做什麼動作 我來問你 好就是dkm做的事 所以你就是 你就在dkm設定說 不是dkm設定說 DMark說 DMark這邊說 DMark這邊說 我到底要怎麼採取 採取這個動作這樣子 好 好就大概是這三個東西 DMark最後一個可設定可不設定 只是DMark你如果不設定的話 就是由Gmail自己判斷 他判斷成長怎麼樣 所以就這樣差異 好 我 然後我們後台是用 那個 因為我們的codebase都是用python 所以我們是用Siri跟RabbitQ去做 然後先塞到RabbitQ 然後再一次丟到SS 那但是SS有那個 每秒只有11封信的limit 那我們就為了要快速把這些5000封信寄完 所以我們會用力的把它那個cota用入 就是衝到底 那衝到底之後一定會發生到它的limit 把你擋下 那被擋下來不能記著信 就排隊到後面再等候繼續記 所以我們就慢慢把這5000封 在盡量可以在10分鐘內把它消化完 寄出去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好 好這就是最後我們的流程圖 好那最後我需要大概可以跟各位講一些東西 就是 好我們為什麼要自己做電子包系統 一開始除了我們講說 因為要跟我們的會眾繼續keep 那還有一個就是 隱私選問就是 這些名單 我不確定在那些平台上會怎樣被利用 那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就 把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 所以我們就自己來做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因為codecover這邊 太open了 所以我們到處都有名單 然後如果每次在號召說 欸 2more可不可以把我寄信給誰誰誰 那我就要很努力的去把 你給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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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還是要整理一份 那乾脆我就全部都進資料庫 那你只要跟我講說 贊助商說要寄 好馬上化銷 我就打勾 我後台如果做得很漂亮 我就打勾贊助商 這次也要寄到 然後我就打勾 一程組也要寄到 然後一程組的講者 還是社群講者 還是社群的什麼人 都要寄到 我至少有一個分類 我可以哪些東西要做哪些東西不寄 然後我就可以很快的在 他們給我時間 我內容出來了 我可能在一個晚上就可以把它出出去了 然後你們就可以馬上收到 而不是活動辦完了才收到 那這樣沒有意義 對 所以就是整理名單方式 我們就自己來比較快 那沒有chimp呢 我整理過那個名單都很可怕 那就算了 那有可能會整理到亂掉 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就自己來做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其實也想要 在code上也想要做 真的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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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source things 但是呢 也就是說今天 我今天講這些東西呢 它會open在Github上面 只是呢 我現在還在整理code 所以還沒有open 我本來是 預定是今天要 要把它轉成 從private轉成public 但是我實在最近太忙 所以我 我code其實已經改完 因為code page是 是Python的語法 然後我用Python的那個type hint 全部都標上去 然後文件也寫的大概差不多 那只是還沒有把它轉成public 那 我有想到一個更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怎麼public的話 請訂閱電子報 然後我再 我再跟你講 下一步該怎麼辦 好就是這樣 那還有一個tracking code的部分 那後台其實長得很簡單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我們每一期會有一個簡單的hash 然後這是後台追蹤的IP 跟它的那個user engine 然後我可以知道它開多少信 喔 講到一個 剩一分鐘 好 很多家在做那個open信的時候 就只會統計一次 我可以統計到好幾次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不是有提到用tracking code 那大家就 其實業界的做法就是 One piece of image 你去讀那個image 然後很多人很笨 不是很笨 很多人都忘記了 就是email就傳200給Gmail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傳200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今天傳404給Gmail 他會一直去讀 當使用者再去開的話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使用者這個使用者開了13次 我就知道他對code上非常有興趣 那如果 如果你再去看 如果你再去看 他為什麼是來自於不同IP 開了13次 你們會想到什麼 他幫我們推廣了code上 因為他forward了這封信 他給他的朋友 給他是什麼人 有可能是教授給他的老師什麼什麼的之類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 在這個簡單的數據知道 這個使用者是到底多愛code cover 對 就是這樣的感覺 好 OK 記得這個關鍵是在 不要告訴Gmail200的圖 要告訴他404的圖 所以Gmail就會傻傻的 一直去幫你去讀圖 那你就會一直被計次算 那計那些次數 那你就可以去計算這樣 好 我覺得 接下來就這個 大家記一下網址 就我剛剛他說 你怎麼知道你的信會不會被 會記到垃圾桶去 然後評分是怎麼樣 記到這裡 他會幫你一個很簡單的體檢 就是所有的 你哪邊該改善 哪邊不好 然後你去跑一下你的分數 然後他會告訴你該怎麼改善 我就是透過這邊去 他的指引去改善了一些東西 對 那我今天講的東西也會 都是 有一部分是從他那邊參考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對你們有幫助 你可以自己去記 然後自己去確認到底是 哪邊出了哪個問題 為什麼每次信都會 跑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去 你就寄給他幫你測一下 好 那大概就等他會有這些內容 解報給你看 好 那剩下的話 退信 我感覺應該是來不及你講 退信 給使用者一個退場機制 因為我剛剛講到 如果他給你按spend 你更可怕 因為你會是整個 service的reputation降下來 如果 譬如說你寄給Gmail Gmail那邊收到好多個使用者 一直按spend 以後你寄到Gmail的信 幾乎都會先列為是黑名單 所以你要設定退信的按鈕 讓他去按 不是讓他找不到按鈕去按spend 這樣你會更可怕 對 所以不要讓他去按到spend 所以你要想辦法多做退信的機制 你即使是退信 以前大家都還放在那個fooder底下 不要 你可以放在第一個 你想要退信嗎 我歡迎你退信 不要讓他去按spend 不要讓他去按spend 對 這樣你會出事 好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其實 就是我講這個退信率的問題 那因為我是用SS 這個退信的有reputation 所以這個是 你就是看你各家 如果你是用SS的話 你就要注意一下 他是怎麼判定 超過幾%會出事情 那有使用者 譬如說你現在寄出去 像五千封寄出去 然後有些訂戶他離職了 那可能公司信箱就退信了 你下一次不要再寄 你一定要把它 一定要從名單移除掉 你就是你那個data 你那個list 一定要定期去clean它 你不要再重複寄 否則就一樣會影響你的reputation 好 好 就這樣 好 就最後一頁 我是Tumor 那我目前是CodeHub的行政組組長 對 那有事情大家可以再繼續交流 好 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很可惜沒有時間Q&A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再聯繫Tumor 好 謝謝大家